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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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 回了 回方向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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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就在我们设置组的车队连续下坡的过程中 一败发生了 他们前面的停了 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打滑 然后就没办法 就刹不住了吗 已经是滑着过来了 我看刚刚咱们这个车 我们还一挡下来的 对 滑了之后呢 直接咱们这个就横横飘横过来 是控制不住了吗 不是 幸快我打了把方向 还打了 还打了把方向 才把屁股甩过来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车头对车屁股了 六月 茶余已经进入雨季 连这个阴雨让原本就狭窄的山路 变得更加泥泞与湿 在有着多年高原驾驶经验的 司机班长的紧急处置下 两辆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 然而接下来我们才知道 这并不是我们此行中最危险的路段 除了道路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正在等待着我们 这段路应该说是越走越险 我们正常的形势 应该是坐车是要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现在我们才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 虽然前路更加危险 而且车辆还有破损 但我们必须继续感动 因为我们要和竹瓦根 边防派出所的武警边防官兵一起 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茶余县境内 距离中南边境最近的古哈林牧场 建立一个临时警务室 茶余藏于一位人居住地 由于境内多重山峻林 峡谷幽深 在每年夏季雨水风吹的时候 峡谷地带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天然草场 居住在这里的牧民 就会赶着牛羊 竹水草而去 开始他们的放牧器 但看似平静的放牧器 也会潜伏着各种危险 每到这时候 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控 防止发生人畜越界 非法交易和人畜受伤等事件 竹瓦根边防派出所都会派出人员和牧民一起进入到人籍罕制的边防最前沿 开展他们的警务执起 我听说一下他们在路上注意的一些事件 路比较闲 然后注意安全 然后人骑的也有 拖鱼物资的也有 然后就是 前面注意安全 就是一直在叮嘱他们注意 无警边防官兵 这次要保障放牧的是一个藏族村落 去年才从廊坊无警学院毕业的蒙住巴登 就成了沟通双方的负责人 由于接下来要走的路 已经不能再行车 装载完物资 我们便和无警边防官兵 还有牧民一起 踏上了前往郭哈林牧场的罗马一岛 出藏之 invited 出藏之后 出藏之后 进去 进去了 进去 进去 破口 打破口 哎,现在这个路真是滑的 咱们所长在后面抓着我 我要不然我现在还要继续摔 刚才已经摔了好几跤了 现在这个坡度呢,特别特别的陡 如果现在没有人阻着我呢 我就一路这样直冲上滑下去了 非常的难走 老师兄,谢谢 虽然出发前已经知道路难走 但是当我们真的踏上这样 一边是深不见地的峡谷 一边是陡峭的山体 脚下又是泥泥打滑的山路似的 我们不禁为身旁 常人行走在这里的武警边防官兵 捏了一把汗 作为唯一一条通往郭哈林牧场的大路 我们一走就是两天 尽管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的前进 但为了尽早到达牧场 所有人都没有一丝停歇 当眼前的视野离开了崇山密林 渐渐被牛群和宽阔的草地所代替时 郭哈林牧场终于到了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郭哈林牧场 随我手的方向看过去 翻过远处那座大山就是缅甸了 虽然这里已经有了四千多米的海拔 但是丝毫不能掩盖郭哈林牧场的美丽 随处可见的野花 加上散落在远处山间的小房子 让我觉得郭哈林牧场 就像是一个一世而独立的秘境 站在这里 回想起几天前的辛苦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过来了 阿湘 你好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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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们进南方 东西先下下来吧 来来 下午五点多钟 正是牧民给牧民给牧牛积了的时候 整个牧场都笼罩在一片江河之中 但就在武警边防官兵准备醒了一路封城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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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自然界顶尖掠视者 由于其生性凶悍 残忍 只要有他们出现的地方 就一定伴随着杀人 牧民一年当中 大多数的经济来源就是牧民 如果他们不及时 把失血成性的狼群赶出牧场 狼群将带来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蒙住巴登他们立即召开了村民会议 根据狼群祝福夜出 经常选择早晨袭击猎物的习性 最终大家决定晚上兵分两路上山驱狼 由于任务危险性较大 为了确保记者安全 最终蒙住巴登只同意 两位摄像记者可以参加任务 我们这次任务 首先是注意自身安全 和脑袋性的安全 不得万不得意 不准使用武器 出发 前后站 起步站 在一片黑暗和静面中 武警非防冠兵的巨浪小丛 偷发了 这也有五千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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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草面上来了 你们这是在经浪爬吗 你们经浪爬的是什么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翻山旋转 天已经亮了 两个驱狼小分队却始终没有看到狼的封面 多注意一下 这草坪比较多 要跟它出现了 比较着急 从凌晨四点出发到现在没有遇到一匹狼 牦牛就是牧民的全部家当 如果今天找不到狼 牦牛还会继续被攻击 就在大家走得有些绝望的时候 国长所带领的小分队突然发现了情况 那是小样吗 我看看 哪里 这个 这个是吗 还有这个 这是狼的脚印 这么大了呢 从脚印大小判断 这应该是只成年狼所留下的 走 为了尽快找到这只狼 所有人都立即行动起来 然而 经过半个小时的搜索 在山坡上 除了两头被狼掏空的牦牛尸体一半 并没有找到狼 而这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中 今天那个狼还会来吧 今天有百分之八十的概率 概率比较大 那个牛 昨天他们吃的那个牛 还有大部分的肉还没吃完 今天基本上去找猎物 还不如去找昨天晚上剩下的那些肉 从凌晨四点算起 驱狼小鼓已经寻找狼群五个多小时了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间行进 对于初到高人的摄像记者而言 体力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但是忙着拉灯却坚持 要继续寻找下去 尽管没有找到大规模的狼群 但蒙主巴登还是希望 至少要找到头狼 他担心如果拖下去 狼群就有可能定居下来 到那时再想赶走 就更加困难 而根据蒙主巴登的经验 此时正是头狼出没了世界 在翻越两座山 都没有找到狼群的情况下 驱狼小组的一支分队 已经放弃了寻找 准备简单修整以后 回到墨场 就在大家多少有些沮丧的同时刻 另一个小组有了重大发现 远处山坡上 棺木丛中 一匹狼的身影 让所有人躲一致一阵 我们那一组的人都是比较兴奋 一日看到狼后 直接是往山上冲 想更早地去完成好这种任务 虽然看着山并不算高 海拔却已经不知了 即使是短暂的奔袭 都何万费 但眼前的战机又不能轻易放过 因而大家都拼命往前出 差不多我跑到他 接近一百米的时候放了一枪 随着枪下 狼开始没用的逃跑 当他开始奔跑 往山坡上 然后等他就是把那山坡过来 然后感觉就是可以了 狼也是保护动物 然后只能吃去 狼不是说有一群狼吗 它怎么一只狼 这是头狼 吃头狼 还要头狼 去除出去的话 那些母狼小狼就跟着一起先走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走吗 继续走 防止他们 再从那边过来 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观察 虽然大家最终找到 并赶走了头狼 但是从小在牧场长大的巴登 并不完全放心 在蒙住巴登的带领下 大家又检查了几个山头 没有再看到狼的踪迹后 武警变方官兵 才往牧场折返 而此时 他们已经连续奔波了 将近八个小时 当他们回到牧场时 家里的牧民早已备好了香浓的酥油茶来迎接大家 对于牧民而言 生活再一次恢复了平静 一杯香浓的酥油茶 盛满了他们对武警边防官兵的感谢之情 而对于武警边防官兵而言 他们的假期之情 才刚刚开始 我们设立就是这临时行事 除了网络好 不明的财产 人身安全之外 还有对严际贸易的管控 人员的管控 这后面两个都是比较重点 怕他们会有什么 贩卖枪支的 还有走私毒品的 怕有这种现象 会生 再见了 所长 再见 由于时间紧迫 我们左边关设置所 还要赶往下一个边防连队进行采访 临别前 阿登悄悄地把我们叫到了一旁 祝守这里一年来 由于环境变色 巴登很难见到大城市里来的人 时间久了 就很想找人聊会儿天 就是从这短暂的谈话里 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 一位戍边军人的心路力者 上小学的时候比较努力 我就是一直想出去闯一闯 然后到报告内地班 然后去内地求学 然后一走就十一年了 回来基本上父母都不认识 然后到吉他的时候 父母就是举着写我的名字那种牌子 来找我 一直想像熊一样在外面打拼 让他们骄傲 让父母骄傲 可是大学毕业后 回到西藏 真的越来越远 越来越偏远 父母更多地期望 学业有通的巴登 能够走出大山 到繁华的都市扎下风 那了到儿子毕业后 义无法顾地 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心脏高楼 每个人过得都不一样 他们过得他们不精彩 我过得我自己不精彩 能做做现实实在这的事 我感觉挺幸福 我感觉我挺光明 是我们在追求自己的 他们会非常安稳 非常辛苦 看到他们幸福 我们也自己幸福 无论是繁忙还是无聊 我都会坚持在这里 为什么呀 在这里的话 心会给你答 当听到这句话时 我们知道答案已经在我们的心里 在这个离天最近 离繁华都市最有的地方 他给我们唱起来 他走出西藏时学会的第一首歌 雄仪在蓝天下飞一下 飞过雪山 飞过牧场 带着一个美好的主缘 带着一颗真正的想法 借我一双你的翅膀 我要跟你一起飞下 飞过草原 飞过山岗 飞过雪山 飞过牧场 这是一首充满了相红的歌 忙着巴登不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努力走出西藏 而今天 他却和自己的战友们一起 用自己的青春 注射在西藏最天的边境 他说 这里是他永远的将军 一条绵延不绝的神圣边坊 一次触动心灵的真情记录 一幅雄观边赛的壮美画卷 一首树边军人的挺血唱歌 大型电视纪录片走冰棺 中央电视台军事计时 心情不绝 心情不绝